我走过的歌唱比赛路 大会堂音乐厅 凡喜欢音乐热爱唱歌的人 不限年龄 不理目的 他们不一定要做歌手 出唱片 他们只是想找到追梦圆梦的平台 就好像我自己 至少到音乐产生兴趣 源于就是我哥哥有一把木吉他 和当时坊间流行一时的 厚得好像砖头那么厚的歌杂 好像昌和杂 Singalong Let Sing等等 就是这样 我就学会自弹自强 中学时期 我就好像很多热爱音乐的年轻人 学生歌那样 参加了不少业余的歌唱比赛 当年流行的大型音乐比赛 为人追捧的就有香港后仔音乐节 星岛报业主办的香港业余歌唱比赛 英文星报纸的Star 举办的Talent Quest 和无线电视的星宝之夜等等 都是音乐发烧 有发挥所长的舞台 除了Talent Quest 其余的我都参加过 香港校制音乐节 时为校制大事 中三那年 学校就派了我和同学 组成了一对叫做Taps T-A-P-S 出战文歌组 Taps的A就是我了 T就是Teresa 就是唱心事的王耳嘉 当年参赛者真的超过2000人 几乎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都是唱英文歌的 但是我们这一对 反其道而行 选了一首日本的校园文歌 成为了当中的0.001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另类呢 事员就有位日本的同学 即是Taps的S Santo 他回日本探亲之后回来 就向我推介了一首 当时日本非常流行的 校园文歌 Kaze 我一听 惊为天人 立刻就决定用这首歌参采 但是我们四个队员 都不懂日文的 难得这位日本的同学 就不厌其烦地逐个字架我们唱 我们才得意顺利出赛 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日本文歌 所以以后 也都把它填上中文词 就变成了风 后来陈秋霞 也都对它清眼有缘 改编成英文版本 叫做Little Bird 那次是我第一次参加校仔音乐节 也都是唯一一次 当年比赛就在香港大会堂举行 我们抵达现场的时候 里面已经坐满了人 气氛非常刺烈 因为参赛人数太多 所以要分日和夜两场举行 这次比赛大会 特地请来了一位英国的评判 而且是主席评判 现场所见 参赛者唱的都是传统的英文文歌 由于当时仍未流行广东歌 所以从来没有参赛者选唱中文歌 更黄论是日本歌 我们文歌队TAPS比赛之前 其实已经是南征北土 不时去到其他学校互相交流 又或者参加一些慈善的文歌晚会演出 所以就不乏演出经验 以及已经博有知名度 四个人站在台上 松容不逼 加上唱的是日本歌 全场触目 一曲唱罢 台下就议论纷纷 认为冠军非我们莫属 我们也充满了信心 等待成绩公布 结果 我们三甲不入 全场哗言 以破格的日本歌参赛的TAPS 竟然大热倒造